日本蔡英院正式通過35兆 9895億日幣的補證預算案 折合台幣8.8兆 創下史上新高 這次補證預算案中 編列1兆2162億日幣 準備發給18歲以下孩童 每人10萬元補助 以及給受到新冠疫情影響 營業額大減的業者 每人最高250萬日幣 編列了2兆8030億日幣 除此之外 為了強化經濟安全保障 將新社基金推動半導體產業 在日本國內生產 編列6171億日幣 以及提升護理師與看護等照顧人員薪資 編列2600億日幣等預算 但隨著補證預算案的通過 日本政府2021年度 國債規模將高達65兆日幣 有日本媒體分析 這將會使得日本財政狀況 進一步惡化 除此之外 在2022年度開始五年的 在日美軍駐留經費負擔費用 日本需支付約1兆551日幣 每年大約2110億 比今年的負擔額 2017日幣多出了100億 其中也增設了訓練物資 裝備採購費用的項目 將用來改善駐日美軍的訓練環境 以及用在採購戰鬥機飛行模擬器 希望可以保障 因為大陸軍事擴張 而日益嚴峻的日本周邊安全保障環境 資料安宇綜合報導 於是 串 4 5 6 7 8 7 9 1